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中国广西 我为广西而战 中国的最强高中生和多门 刚来忘冠军赛 就强势击败了世界排名第四个高手 要知道他才18岁 第二场又干掉了世界排名第二的学手 有点可惜的是 他在冠军深度当中 诺给了迪贝拉 张佩米虽然输了比赛 但是并不气馁 因为他很年轻 未来拥有无限可能 之后又击败了俄罗斯猛将冬卡克 于是再次校正迪贝拉 迪贝拉却不敢接招 11月4日张佩米又有新的比赛了 让我们共同期待 今天现在回顾几场 张佩米在旺冠军赛的比赛 好 这是第一场 是对阵约神兔拉 约神兔拉 都不贵的 什么都不贵的 我们是他们去吃 是对阵约神兔拉 那是这些 一句 一句 就是 鼓 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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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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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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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赛已经是到了最后一回合 比赛时间已经不多了 还剩下棒回合 每回合是三分钟 张佩米这个进攻就是没有停过 一直是进攻进攻再进攻 这个体能是非常强悍 感觉张佩米是拥有无限体能 这个体能太强了 这个体能太强了 打幅离去打幅 非常漂亮 又是一个跳蜥 这场比赛肯定是张佩米优势打下 好 比赛要快结束了 变成比赛结束 最后就是张佩米优势拿下比赛 张佩米最新的比赛是在11月4日 大家要关注一下 我们期待它这个表现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